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来到新马太美食节目 炒豆芽看起来很简单,但要炒得好吃,也要讲究技巧 炒过火的豆芽会出水,口感就很不好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咸鱼炒芽菜 材料有 豆芽菜两磅洗净去根 红咸鱼半杯洗干净切片 辣椒一条切丝 青葱四条切断 蒜蓉两汤匙 油三汤匙酱油适量 先把过烧热下三汤匙油 加入咸鱼片 用大中府把咸鱼煎至今晚是香脆 盛起等确备用 用同一个锅把油倒升一汤匙 加入蒜蓉爆香 再加入青葱炒拌均匀 倒入豆芽菜快手的炒 把豆芽菜炒到半熟 加入煎好的咸鱼片快手的炒 调味放适量的酱油 然后拌匀 最后放入辣椒丝 香喷喷的咸鱼炒豆芽菜就可以上叠了 炒出来的豆芽菜香气铺壁 吃起来爽口又带有咸鱼的干香味 是一个简单易做的家常菜 希望你也喜欢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